《语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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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今天是有识论讲了 有德成神 无德为鬼 你没有修德啊 当了鬼道众生 空对青山 泪两行 你哪里都没得去 这里走 那里飘荡 看着远山 留下两行 两行的眼泪 那还有什么 有没有听过这个鬼哭啊 那这个同修以前在这个 这个游园路 游园路那里那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同修他的妹妹 他的弟弟在海军服役 海军舰不是燃烧 爆炸燃烧 烧死很多阿兵哥 他弟弟不幸是其中一位 那去验尸的时候啊 全身脚黑 牙关紧闭啊 二十岁的这个男孩子 你看他多痛啊 后果烧死了 烧死了 烧死的时候 那我们同修就去 去他家慰问 我说那我跟你去 我去跟他家人结约 他说这个阿兵哥 被烧死以前呢 就是 有 任一个女众 往生的女众 为 异母啊 就是他们这个公妈 在爹公妈 在写这个祖先排位的时候 这个阿兵哥就是要奉样 就是要负责拜祭祀 那一个女的亡灵 那这个 这事情是得到这个阿兵哥的 父亲同意的 写了这个祭房书 这个民间都有这样的一个仪式 结果在阿兵哥年轻轻 就遇到这个意外 被烧死了 他的父亲呢 同时很伤痛 伤痛之于 执着那个 女性亡灵的牌位 破口大妈 你真厉害啊 你看你什么店 你会怕孙子 你就告不了 就是要破口大妈 他们我们去 我去到那里 他们跟我讲 那个女鬼就真的哭出声音给他们听 当场就是一阵鬼哭这样 搞怪隐隐移酒 女鬼也没有办法无可奈何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恐怖片 什么片都有鬼哭对不对 那是真的 因为他的境界很悲惨 他要怎么保佑他的子孙呢 除非他就是有修得 有福的鬼 那不然的话就是 他就是神的境界 神道的境界 那自身都难保 怎么保佑子孙呢 所以话讲回来 大家就是把握 可以修行的愿景 可以做善事 可以皈依三宝 可以在家里做功课 看这个圣贤教育光碟 看佛经的光碟 了凡视讯 每天念一部经不要长短短就好 要戒杀亲口 不要再吃肉 不要再去抽烟 交槟榔 杜博 交坏朋友 因为你一交坏朋友 邪恶之门随时有打开 你这个路走得很平顺 一直向佛 一直靠近佛 突然歪掉 为什么 就是有坏朋友 坏朋友要影响你 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 或者一通电话一个简讯 就把你的人生路给岔开了 后悔莫及 那我们今天来学佛 希望大家做这个普世 诸佛菩萨给我们的教育训练 我们也能深切的教育到自己 得到这份佛法慈悲教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